在凌晨2點,強烈熱帶風暴卡魯集結在陸兒島 西南偏南大約15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 橫過日本九州以西海域並移向朝鮮半島 在上次8點強烈熱帶風暴卡魯集結在陸兒島的西南偏西大約15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 橫過日本九州以西海域並移向朝鮮半島